尿酒 老婆我酒了 人有啥呢 酒不在这儿吗 我说你拿我酒干嘛 我拿酒炒菜呀 炒菜用料酒啊 料酒不是没有了吗 你往来去买呀 我用你一点酒怎么了呀 又不是要你命 你拿我酒多贵吗 你强烈的爱我好甜 你永远让我走 你让我的生命完蛋 我爱你这么多 俗话说得好 家和曼师兄 想不到因为一瓶小小的料酒 竟然引起两夫妻这么激烈的争吵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这样在整顺的时候 白酒究竟可不可以来代替料酒呢 我们不妨走上街头 问大家对此是怎样说的 有些菜会放啊 有啊有用的 比如说做鱼做肉的时候去腥嘛 就会放掉酒 煮一下那些鸡啊那些 即是肉类 刚好没有的话 就会用高度白酒也可以去腥的 都试过的 本期节目的有掌竞猜问题是 尿酒中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 A 黄酒 B 白酒 C 米酒 看来每一个街坊的做法都不同 那今天我们就去采访一下 有这个多年从事厨师行业的大厨 看下他们有些什么看法 因为我们粤菜来说呢 就着重那个锅气 也就是说呢 炒软道菜出来的香味 那白酒呢 它的酒的酒精度高一点 所以就容易产生个粤 就可以达到我们粤菜所需要的那个锅气 也就是炒出来的菜的产生个香味 斑盆下的情况下呢 烹饪这个海鲜都会加料酒 因为料酒里面的含那个酒精度也要低 大概在15%到10%之间 它那个在蒸热之后呢 会产生那个氨基酸 氨基酸盐 可以增加那个去腥解液 增鲜淺香的效果 白酒的酒精度 一般情况下最少都要在30% 就是30度到60度之间 因为它那个酒精度含量比较高 乙醇就是说含量就比较高 容易破解它那个 材料的原生那个鲜度 以及它那个本身的味道 看来尿酒和白酒的主要区别 就在于其中的酒精浓度 和按基酸 我们不妨听一下 营养专家是怎么说的 尿酒呢 实际上是一个专用品质 它只是在我们喷调过程之中 使用的一种东西 那么它跟我们普通的酒 是有区别的 食物加工过程之中 它的主要目的有两个 一个尿酒 它可以用于调味 用于丰富我们本身的食物的味道 那么它里面呢 还有一部氨基酸 那么这一部氨基酸呢 实际上才说跟我们的食物里面 放的盐呢或者是辣呀 这个物质呢 可以产生反应 那么这种反应呢 最终的结果 可能相当于一个味精的作用 所以它有提供 肉类食物的鲜味的作用 鲜味的作用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实际上来说 料酒含有一定量的酒精 那么这个酒精 在加热的过程之中 会挥发 那么这个挥发的过程 是可以带走肉类 那比如说是羊肉啊 或者是鱼啊 这一部分的酸味的东西 它可以带走它 带走它 所以呢 吃起来可能对很多 不喜欢那种酸味的东西的话 它可能会更好一些 其实呢 刚才《情景器》里面的片段 只不过是无意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街坊 都会在没有尿酒的情况下 去用白酒来代替炒饭的 那么究竟白酒可以代替尿酒呢 其实刚才呢 专家也有跟我们说到 说用酒来炒饭 最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有两种成分 一个是月纯 而另一个就是氨基酸 这两种成分是可以令到里面的菜 是会去腥和提味的 那我们呢 就是对比一下白酒和尿酒 这两种酒里面 氨基酸和月纯分别有什么不同 那首先呢 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它的月纯 也就是酒精浓度的 现在在我手上的这一枝呢 就是测试酒精浓度用的梁桶了 那我们一会儿 将酒倒进去之后 这个波波浮起身之后呢 我们对比一下里面的黑道线 就可以看出它的酒精浓度 是有多少的了 那我们现在立刻开始 首先是白酒的 OK 现在呢 就是倒到240毫升 接着它的波波都浮了起身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它的浓度 是有多少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酒精浓度 是去到30的 嗯 很大股味 那我们看看它的瓶上面 都有写着它的酒精浓度 是29.5%的 也就是跟我们测试出来的数值 是差不多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刚才就已经用清水洗过这个梁桶 以及已经用纸巾抹干了 里面是没有白酒残留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 这个料酒的酒精浓度有多少 同样我们也是倒到它的波波浮起身为止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它的酒精浓度显示 是未去到10的 也就是说是比白酒少很多 也就是说在月醇方面 白酒是胜过于尿酒很多 那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氨基酸 我们看到它的尿酒上面 咦 咦 的确是有写着它说 食品添加剂是有菊胺酸辣的 而这种菊胺酸辣 其实就是胺基酸 来的了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白酒 有没有写着有这个胺基酸 我先看看 看均匀了 它都没有写着有胺基酸 也就是说它并不含有胺基酸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那它们两个在炒菜方面 究竟味道会差多远呢 事不宜迟我们去炒菜来看看 我们先试一下 王鹏飞来自河南雷河 30岁 厨师行业从业14年 擅长阅菜 在她烹饪理念当中 更看重尿酒的去声提香 和营养功能 何广然来自广东般于33岁 厨师行业从业16年 擅长阅菜 她则更加习惯通过白酒的香醇 来为菜牛感上添花 正所谓 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我们不妨为两位大厨 来做一个小小的比拼 现场施展各自的厨艺 做两个菜 为自己的选择提供最有力的证据 为了看看究竟在菜式里面 加入白酒还是尿酒的这个口感更好 我们今天就请了两位大厨 过来帮我们煮两道菜 一道就是辣酒煮花螺 另一道就是酿苦瓜 那两位大厨 会在同样的时间内 用同样的食材 完成这两道菜 同样我们也会在最后 请来几位志愿者 帮我们品尝一下 看看哪一样的口感更好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理论上来说 尿酒应该是整个煮菜过程中 煮中温度最高的时候加入 这样食材中腥味的物质菜 更加好被尿酒中的月醇溶解 并且随之挥发酒 辣酒煮花螺有香菜和月菜两种做法 而这一次两位大厨都喜欢月菜的做法 来发挥这道菜牛中花螺的鲜香口感 而辣椒和酒的加入 就可以取代花螺本身的腥味 我们可以看看 究竟是黄师傅的料酒 还是何师傅的白酒 更加可以展现这道料理的真实 这几位厨师学员就是我们的志愿者 接下来 就让我们看看 这几位未来的厨师 会做怎样的选择 第一位很谨慎地品尝了每一道菜牛之后 艺然选择了放白酒的何师傅这一组 我觉得白酒的香味更浓一些 第二位只吃了其中一道菜 已经做出自己的决定了 因为用料酒可以去清 也保持了那个鲜味那种 所以就比较喜欢 第三位在一日品尝了四道菜牛之后 选择了放料酒的黄师傅这组 料酒带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我觉得吃起来比较香 比较喜欢这口味 第四位很细心地品尝了各道菜牛之后 都选择了放白酒的何师傅这组 那现在料酒组和白酒组的支持者 暂时形成2比2的局联 两位大厨的厨艺果然都是相当了得 而我们这场小小的厨艺比拼 都因此合入了胶着状态 为了调查在烹饪过程中 白酒究竟可不可以代替料酒 我们的调查员特意请来了两位资深大厨 为我们现场施展厨艺 分别用尿酒和白酒作为甜味品 来烹制这两道相同的菜牛 在这场迷你厨神争霸战当中 究竟谁将会笑到最后呢 就等我来看看最后一位资源者 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第二位资源者经过小小的犹豫之后 最终都是选择了用妙酒烹饪的王鹏飞 就是平时不太那么爱喝酒 不喜欢酒酒味 所以还是喜欢料酒做的菜 而今天我们的这场小小的比拼 都终于有了一个结果了 我觉得白酒的香味更浓一些 用料酒了吗?可以去腥吗? 吃起来比较香 比较喜欢这口味 白酒更加香浓 不喜欢酒酒味 所以还是喜欢料酒做的菜 看来这五位资源者 对于菜式的评判标准 其实是不尽相同的 再考虑到他们各自饮食习惯的差别 所以这两组菜式 至少跟色香味层面上来说 其实是不分百中的 那既然是这样 是不是意味着 烹饪过程中 无论是放料酒 只是放白酒 其实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两位大厨 无论是经验 只是资力都是相差无几 这几道菜 在色香味各方面 都似乎没有太大区别 那为什么最后的结果 是料酒组胜出呢? 在翻任过程中 加入白酒或者料酒的效果 究竟有哪些区别呢? 等我们再来听下 专家是怎样解决的 那么料酒是由黄酒制造而成的 它再添加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的沙浆、花角 这一堆香味的物质 我们把它放到黄酒里面 让它浸泡 增加了其他的风味的情况下 我们才称之为料酒 如果你只是因为 只是想去除食物的善味 也就是说它只是起料酒的第二种作用的话 那么可以用一部分的白酒来代替料酒 那么这种情况下 在酒精恢复过程 挥发的过程之中 它可以把有异味的物质中 异味的这些物质带走它 那么它可以 但是实际上来说 酒精度它比较高 它的挥发的时间会比较长 反正质地会变得更差一些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说了 它没有尿酒的第一大类的作用 就是第一种作用 它对食物的风味改变不大 所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建议用白酒来替代料酒 同样都会有一些家庭主妇 在煮种的时候 用啤酒来代替料酒 那么啤酒 是不是可以代替料酒 在烹饪中的作用呢 啤酒它并不是在 这个加工过程中起造料酒的作用 那么实际上我们相当于 它只是一个调味料的一种方法 一个方式来调 就好像我们用酱油来调味 实际上是一个目的 那么啤酒它的酒精含量非常低 所以它这个过程中 利用的功能已经不是酒精的功能 而是因为啤酒里面有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说的氨基酸 或者是其他的香味物质 啤酒花的香味物质 那么这个加工之中 可以引起我们食物的本身的 风味的改变 如果我们喜欢这个风味的话 我们可以用啤酒作为一个作料 来加工一种食物 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料酒的方式 来加工食物 那么所以这两个是 概念上是有所区别的 原来是这样 尿酒果然比其他的酒类 要更加有料 尿酒有绝合到好处的酒精度 其中含有的安基酸 和大料等香料的结合 也都令它在烹饪的过程中 可以为食物的口感感上添花 媳妇 要给你买回来了 炒菜也能让人啥呀 来 要给你买回来了 有少多我的白酒 你喝酒喝高了是吧 你不是想喝酒吗 我用你一点白酒怎么了啊 这不是你买回来了吗 以后用料酒 不仅可以吃饿 而且我要说有营养 有营养 料酒能有啥营养 你真的是喝酒喝高了吧 想念 想念过了啊 这是谁不想过 是谁不想过啊 你啥意思啊你 好 好 好 是我想的 菜头 放点酒 给我 我给我 喝死了 喝死了 这什么日子过 在烹调这个蔬菜的时候 我们只要加点料酒进去的话 蔬菜的色泽就会更加鲜艳 而且它的口感也是非常香脆的 好了 我们不说那么多 我们继续实践出真知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用料酒煮出来的蔬菜 颜色看起来是特别鲜艳的 究竟实际上又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现在再请这位大厨 帮我们实践一下 现在开始 我们再次请出黄师傅 来为我们做这次烹饪实验 这次黄师傅将用相同的食材 做两道几乎一模一样的西芹白盒 唯一的区别 就在于其中一道西芹白盒会加入料酒 而另一味就不加入料酒 其他工序都完全一样 我们通过这个小实验看看料酒 是否真的可以达到 令到蔬菜色泽更加脆绿美观的效果 西芹白盒的做法虽然非常简单 但是无论口味只是乐观 包括营养价值都非常之不错 所以是一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十分常见的料理 师傅就已经做好了这两道菜 我们一起去看看 咦 这两道菜 不过有哪一道是用料酒做的呢 问一下师傅 师傅啊 你一道菜是用料酒做的 您猜一下 咦 怎么猜啊 不过按之前的说法来说的话 颜色鲜艳一点的话 就是用料酒做的 那就肯定是这一碟了 你猜的没错 就是这个 我们刚才就这样看 两味西芹白盒 虽然是用相同的食材烹饪 但是呢 从外观上来说的话 就有很明显的差异了 那一碟加了料酒的呢 就很明显比没有加料酒的那一碟 颜色要鲜艳很多 我们知道料酒中 附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氨基酸成分 但是它的营养成分 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那么神奇呢 我们不妨再次请到营养专家 来为我们给出答案 从营养价值的价值上来说的话 料酒添加到食物里面呢 实际上对食物的营养价值 感变并不大 因为它本身的 除了酒精以外 它含有的氨基酸 虽然是含有的氨基酸 但是它的量并不高 它量并不高 它其它的存在的物质 基本上在加工过程中 会会发掉 所以呢 它对人 对于食物的营养价值 改变并不大 改变并不大 它只是一个调味 增加风味 或者是改善食物品之类的作用 但是呢 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觉得这个问题呢 也都是非常之必要 说去咨询一下这个专家的 那就是说 在怀孕的时候 孕妇要戒婴戒走 这件事呢 早就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常识 但是如果长期在煮菜的时候 倒入尿酒的话呢 会不会对孕妇造成什么影响呢 同样呢 虽然说尿酒这个用量是少 但是呢 其中呢 是含有一定的酒精成分的嘛 那如果长期在炒菜的时候 食用的话 那又会不会对孕妇 和它的胎 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呢 使用料酒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认为 料酒它所含有的酒精含量 非常的低 同时呢 料酒在喷调的过程当中 因为受热 料酒当中的大量的酒精 其实已经是被规发的 而且料酒本身 它本身含有的一些氨基酸啊 一些特有的物质 会增加菜肴的风味 所以我们认为 如果做菜的时候 孕妇加一点料酒进去 对于它的胎儿 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当然如果有一些孕妈妈 担心我们料酒当中的 这个酒精它有残留在 我们的这个菜肴里面 会影响到宝宝的健康的话 我们就会建议你在使用料酒的过程当中呢 加长你的烹饪的这个时间 加热时间长一点 同时料酒加入的时间呢 稍微的早一点 通过我们的加热 将料酒当中的酒精 尽量的挥发掉 那么最后我们出来的这个菜肴 它里面所含的酒精量 是非常非常低的 一般来说是不会影响到 我们孕妇妈妈肚子里的 这个宝宝的健康的 所以我们认为孕妇吃一点 做饭的时候 加一点料酒进去的话 是对健康没有太大影响的 虽然料酒大一个酒字 但基本上还可以作为烹饪过程中 放心使用的 畢竟在很多的料理里面 尿酒的去声增鲜功效 是不可划决的 而这些尿酒 都是各位准妈妈 补充营养的重要来源 本期节目的有掌竞猜问题是 尿酒中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 A 黄酒 B 白酒 C 迷酒 通过今天的节目 我们知道了很多关于尿酒的事 在烹饪过程中 尿酒中的酒精 会溶解菜鸣当中的有机物质 产生新的香味 并且在加热过程中 随着酒精的揮发 而带走食材中原本的腥味 而尿酒中的大料等香料物质 更加可以提升菜鸣的口感 此外 尿酒在烹饪蔬菜的时候 还可以令到菜鸣的颜色更加脆绿新鲜 而这些特质 基本上都是白酒所无的 所以从烹饪的角度来说 尿酒确实有着白酒或者其他酒类 都无法取代的作用 但是就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说 尿酒虽然含有一些对人体有益的 安基酸和微量元素 但是因为含量有限 所以总体营养价值并不是十分明显 通过今天的节目 我才知道原来一瓶这么简单的尿酒 是会有这么多不简单的功能 真的令到我大开眼界了 也希望这些知识 是可以帮到在电视机前面的大家的 今期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下期的节目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